他的小費給了我10塊錢 哇所以我總共賺了15塊 15塊.75 OK這一單拿到5.25塊 哇這單16塊 Customer 他連那個小費都給9塊 OK這單賺了20塊 這單賺了20塊 他給了12塊小費 哇美國人真的小費制 有點棒啊 12塊小費太扯了 今天我總共送了差不多 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今天送了5單 然後我總共的 收入是67.50美金 沒有錯今天我們就是要嘗試 在美國 送Full Panda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我在蘇格達 在美國送Full Panda 好的現在我們 來到第一家 他是要去買炸雞的 然後我們現在先導航過去好了 好來我們 美國Full Panda第一單來了 好我們先去 拿一下他的炸雞吧 好來我們的第一站 我們的炸雞 Israel's famous chicken 到了我之前其實也買過蠻多次 是這一家自己吃的 OK 我先停一下 就停這裡好了 Hello Pick down for him Can I get some salt and pepper please Alright thank you so much OK我們拿到了我們第一單 然後現在我們先把它裝進這個 這個箱子裡 他這是 2021年最新的 大箱 Full Panda大箱 Shout out to Miki Miki幫我拿到真正的Full Panda箱子 然後我先把它 他其實這個蠻屌的你看 因為我一開始蠻擔心拿到飲料 因為我沒有那個杯架 然後他這個 就直接附了一個杯架在這邊 這邊有一 有杯架 這邊 旁邊也有一個 這邊後面目前我是放我自己的東西 不過他這邊 也是有蠻多杯架 所以他的置物空間 超級大 好了我們現在先去送我們的第一單吧 走 OK 現在我們到 那個customer的家裡 距離11分鐘 還算可以啦 OK現在你在華盛頓騎車呢 是不太能鑽 車縫的 所以我們就要按照汽車的路線走 就要按照汽車的路線走 好的我們到了第一單這邊了 然後我先看一下他有沒有特別的指示 有特別的指示他說 Leave at my door Please don't ring bell or knock on the door 好 所以我們就把 他的食物放在 他的門前 然後 不要敲門 跟 不要 按門鈴 OK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他 2005 沒錯就是這一個 好 就給他放在這裡 OK Complete delivery 然後 Holy shit 我還不是說這一單9塊多嗎 他的小費給了我10塊錢 哇 所以我總共賺了15塊 15塊.75 15.75 再乘以現在匯率28左右好了 441塊 我第一單賺了441台幣 水啦 我們現在進去接第2單吧 Alright 現在我們接到第2單了 第2單比較近一點 他只有 給你5塊多 可是也相當於差不多快150台幣了 走吧 哈囉 謝謝 完美的時間 Alright Thank you OK 我們拿到第2個訂單了 看起來像是韓國的食物 這個Food Panda 這個真的完全剛好 這袋子太讚了 好 我們走吧 520在這裡 520在這裡 Alright 要拍個照 Thanks a lot 好的 我們第2單完成了 然後我們按Complete OK 這一單拿到5.25塊 Yeah 然後我們繼續 看下一單吧 哇靠,這個有個大的,這個是14塊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Chipotle了 它這個有點遠,可是它給的小費應該是蠻多的 這一單有14塊5 OK,我們現在往那邊走吧 其實,騎摩托車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拿到飲料真的是很悲慘 不過,還好今天沒有接到任何素食 就是像麥當勞那一種 OK,裝好了,可以走了 啊,可惡,這個掉了 哇,好酷喔 哈哈,好啦,我們差不多可以走了 那其實你在美國齁,要送餐 基本上都還是開車比較多 那如果你真的要騎摩托車送餐的話 你可能就要 就要給它倒那個,不要上高速公路的 你這樣才不會 才不會騎著你的速可達上高速公路 可是如果你今天騎重機就不一樣 重機的話就還算可以 欸,等一下我在這邊看到一個東西 Yeah 這應該是當初美國在執行那個 Black Lives Matter的時候弄的 黑人在這邊受的不公平待遇 我們亞洲人也沒好到哪去啦 說真的 可是 對啊,希望 這件事全世界都可以有一個平等 因為大家都是 都是,怎麼講 出來混口飯吃嘛 大家都是在同一個世界上的 不需要這樣子互相殘殺 對吧 OK 這一單呢,說真的比較遠 然後 他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在哪裡啊 在一個森林裡面是吧 哇 美國有一些房子真的是 偏僻到你完全不敢想像 這是哪兒啊 哇靠 這是豪宅是不是 喔,這裡應該都是豪宅區了 哇 哇 這裡好漂亮 哇 這裡都豪宅區欸 我們今天送到了豪宅區了 通常豪宅區他給的那個 Tip 都會比較多的 欸 這在哪裡啊 前面左轉 哈囉 嗨 然後 在前面左轉 Alright 應該在這旁邊的 哇 這也好停車 我最喜歡這一種 哇靠 這房子有夠大 哇 酷 Alright 您的餐點已經到了 這FooFenda的帶子蠻穩的 好的 2647 確認一下 2647 對 2647 OK 嗨,小兔子 哇 這房子有夠大 哇 這房子有夠大 然後他說 Leave at my door 就可能放在這邊就好 OK 依照慣例 做個摩托 好 好 好的 這一單結束 這單16塊 Customer 哇 它連那個小費都給9塊 哇 這個 它消費給9塊也太多了吧 16乘以 500x28 462塊 這一單462台幣 水啦 哇我現在接到一個 非常簡單的 而且很近的 只要9塊錢 很近的 然後他付9塊錢 處理 到了 還蠻近的 奇怪 只有2分鐘而已 Alright thank you 然後給他 裝進袋子裡面 OK這一餐給的 那個錢算是蠻多的 因為 他的家距離餐廳 只要2分鐘騎車而已 所以 2分鐘 這樣子算是賺了 快300台幣吧 9塊錢 他應該是有加很多小費啦 所以 這可能就是美國人的一個習俗 小費其實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 收入來源 不是真正啦 佔一大 一大部分的收入來源 OK 他們的 加931 931是 Alright I don't want you to have the job I'm sorry but that's not my choice I'll wait Alright Here you go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You too 這一穿 哇 他的這個小費4塊錢 所以他這個APP 他直接給你 嗯 BASE 就是差不多4 差不多5塊錢多 5.25 然後再加4塊錢小費 所以9.25 算是還不錯啦 算是還不錯啦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等下一單囉 就當我正要休息的時候 這有個19塊25的 這也太多了吧 OK 我直接按確定了 那個剛好在回家附近 水啦水啦 OK 這右轉就到了 好走 我最喜歡接到那種單就是 你快要可以下班的時候 然後他剛好出現 把那個單送回客人的手上 那客人剛好住在你家附近 就是 這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 我家住北邊 然後我剛剛 從北邊開始越往越南邊這樣送 然後再這樣繼續送下去 我可能要繞一大條路回家 所以最棒的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最後一單 送回在家裡附近的話 就真的是最棒的了 OK Thank you Sorry man 算了你知道這個餐點 我其實可以把它擺在這兒 這樣我的摩托車騎得比較穩一點 Yeah 這也可以 因為後面這個 它讓我包包整個開始斜 因為我這個裝的沒有說 它百分之百很穩 因為我這邊少了它這個 一個支架在這邊 所以我可能 現在先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Alright 它的餐點 希望沒有倒 完全沒有倒 水啦 3133 沒有錯 就是這個 好的 這個photo OK 哇靠 這一單賺了20塊 這一單賺了20塊 它給了12塊小費 哇 美國人真的小費制 有點棒啊 12塊小費 太扯了 好 就這樣 稍不可以回家了 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Hello OK我們現在到家了 然後我們稍微來做個總結好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算是 在美國送Food Panda的一個牛刀小事而已 今天我總共送了差不多 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今天送了5單 然後我總共的收入是67.50美金 所以我說過如果你是在美國當餐飲服務業的 像是你在餐廳當那個服務生 或者是你是送外賣的 小費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小費佔你的收入一大部分 你現在看到我的小費比 那個 比送餐的那個叫什麼 公司給我的 還要多 OK OK 那如果你把67.50美金 除以5單好了 一餐 一餐差不多是13塊.5左右的收入 那你在乘以下的匯率算28好了 一餐是378塊 如果你有在台灣做Food Panda的話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你一單多少錢 那我們今天只是稍微的送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這個沒有說到非常的穩 可是今天的餐點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打翻或是怎樣的 然後我這個椅子坐起來真的是 有一點點不舒服啦 所以我今天想說送個5單就回來了 不過今天這一集我完全沒有看過 有任何人在美國送過Food Panda 其實路上有蠻多人在拍照的 而且我看到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亞洲人吧 他看到這個他這樣 他那個反應很像 那是Food Panda嗎 沒錯 這是真正的Food Panda的箱子 跟真正Food Panda的衣服